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经济衰退的信号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我是Rick 最近美债的短期和长期收益率开始出现倒挂 那么什么是倒挂呢? 所谓倒挂指的是短期债券的收益率超过长期债券收益率的这一个现象 历史上每次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之后 就会出现一些金融泡沫被戳破的或者说叫经济衰退的现象 比如说1998年出现倒挂之后的两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戳破 2000年倒挂之后,又不到两年互联网泡沫被戳破 2006年倒挂了两年之后,发生了次贷危机 也就是2008年的期卷全球的次贷危机 所以美债利率倒挂往往被市场认为是经济衰退的信号 注意是信号,并不代表经济一定会衰退 那么为什么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出现倒挂呢? 国债的本质是国家向个人去借钱 等到了约定日期,把借到的钱再如数返还 在此期间会支付利息 如果说有两个人向你借钱 一个人借10天,一个人借10年 那么你对这两个人所要的利息会是一样的吗? 答案是肯定不是一样的 一定是借10年的人要收他更多的利息 因为这10年期间会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风险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都要考虑在其中 为了补偿这些风险 长期借债的利率一定是要高于短期的 因此,当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低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的时候 就发生了倒挂 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要先了解债券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债券的价格与收益率成反比 购买债券时的价格越低,收益率越高 第二个特点是美国的长期国债 也就是10年期以上的国债属于避险资产 因为国债的背后是国家信用在背书 如果这个国家被认为一定有能力到期长付债券 那么它的债券理论上讲就是没有风险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无风险收益率 市场上也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认定为无风险收益率 第三点就是国债与贷款是不同的 国债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并且国债的流动性非常好 国债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通 也就是说如果买了10年期国债 你可以按照发行的利率去拿利息 拿满10年之后赎回你自己的本金 也可以在拿了两年的利息之后 突然间有事要用钱 把手里的10年期国债卖掉再拿回本金 但是这里要注意 因为你持有了两年 国债市场的利率环境可能跟你两年前购买时发生了变化 比如美联储可能进行了加息或者降息 如果降息了 你手里的10年期国债的价格就会上涨 这个时候卖掉 等于是提前兑现了剩下八年的利息差 你除了吃了两年的利息之外 还拿回了本金 还能额外再赚走一部分钱 但是如果加息了 你手里的10年期国债的价格就会下跌 这个时候卖掉 等于要补偿买家的利息差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亏损 如果长期债券的收益率 比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低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资金去购买呢 这是因为美债市场的资金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类是长期持有资金 只为了是拿稳定到期之后的利息 另一类是锚定了美债的 各类衍生品的杠杆交易 这些都属于为了吃美债价格的变动 或者说价格的波动的 一个短线投机资金 那么问题来了 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之后 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会大幅的走高 比如说现在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已经上涨到了2.45% 事实上美联储上一次一期会议 已经预期将在一年之内 把利率加息到2%以上 那这自然会导致 美国短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上涨 这也意味着短期债券的价格 会大幅的下跌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债券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价格上涨收益率下跌 收益率上涨价格下跌 那么追求利息的长期持有资金 是不在乎短期的过程中的价格的涨跌的 反正只要到期 能拿到利息以及本金就好了 就不算亏 但是吃差价的投机资金 就会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里选择 抛售美国短期的债券 并且购买长期的债券来避险 这会导致短期债券的收益率大幅上涨 而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小幅上涨 但是涨幅是小于短期债券的 久而久之 短期债券的收益率 就会超过长期债券收益率 形成倒挂 这就是美债收益率倒挂的主要原因 这是基于美联储加息 所导致的资金避险的效应 除此之外 一些基于俄乌的局势 被驱赶到美国的国际避险资金 也是更加青睐美国的长期债券 这种国际避险情绪 也会同样加剧倒挂的形成 这是倒挂前的一个资金博弈的过程 而倒挂之后 假设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小于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那么对那些 长期只想吃利息的长线资金来说 买十年期的国债 就不如买两年期的国债了 那这些吃利息的资金 就会选择不买长期 而买短期的债券 但是对于吃价差的资金 就会选择抛售短期国债 而买入长期国债进行避险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很多资金博弈的问题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会出现利率的倒挂 只有出现一些比较异常的信号 比如说大家对经济的预期 不是特别乐观 美联储加息了等等 会导致短期的国债 会出现抛售潮 并且大量的避险资金买入长期国债 那么美债利率倒挂的持续时间 会有多久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预期 也就是对于经济的前景的预期 以及资金博弈的结果 美债利率倒挂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市场预期更加悲观 避险情绪更浓 这也是美债利率倒挂 会被视为很重要的一个 经济衰退的信号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走势中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并不是每一次 美联储的加息 都会导致美债的倒挂 但是每次美债倒挂 都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所以说每次美债利率倒挂 形成的经济衰退 与其说是美债利率倒挂 所导致的 还不是说是美联储加息 所导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债利率的倒挂 只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 副产品 真正影响大的 或者对于市场 真正需要担心的 是美联储的加息 因此关注今年上半年 或者说今年五月份 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幅度 就是我们今年需要所关注的 最大的行情 无论是加息后 美元继续上涨 还是缩表 对美国的股市 有利空的影响 都是我们可以交易的机会 以及结合美股 雄短牛长的特点 在股市回调之后 选择优质的股票 低价 长期持有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为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